一提起爱因斯坦,没人不知道她的名字,她是现代物理学师傅,相对论的创世人以及诺贝尔讲得主,但如果说起米利瓦玛丽奇或许就显为人知了,米利瓦玛丽奇爱因斯坦是爱因斯坦的第一任妻子,她是塞尔维亚人,自己也是一名出色的数学家,她与爱因斯坦相似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,米利瓦当时是班上的唯一女生,在大学期间, 米利瓦在应用物理学上的得分比爱因斯坦要高得多,当时米利瓦得分为五分,爱因斯坦只有一分,米利瓦1875年出生于奥匈帝国帝泰尔金塞尔维亚境内的一个富裕家庭,是家中三个女儿中的长女,她天资从也,曾获得物理奖学金的特殊名额,并于1894年通过期末考,且数学与物理成绩为全校最高分, 1896年,米利瓦通过毕业会考,进入瑞士苏黎世大学主修医学,但后来米利瓦转学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,主公物理和数学,与爱因斯坦成为同学,米利瓦与爱因斯坦于1903年结婚,两人共有三名子女,但她们的女儿是在两人结婚前所生,膝下落不明,有一种说法,为她被送人领养, 但也有一种说法,是她在婴儿十几夭折,两人婚后生了两个儿子,汉斯和爱德华,不幸的是,米利瓦和爱因斯坦在1914年分居,并于1919年正式离婚,当他们离婚时两人曾同意,如果一旦将来爱因斯坦